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苹果自行设计通讯5G晶片 台积电听说大单握在手上了 还有您算了吗 剩下12天台股就要农历年封关了 台币台积电牵动者封关 到底有没有办法漂亮封关 而这12天您的操作应对呢 选股原则呢 头 马上问您说清楚 虎年第一个红包我们即将到手了 因为有6档热门的ETF将在18号进行除袭 而且我还听说 00830 00701股籍殖利率最高的前两名 所以了 一 我可以买00830 00701买来参与18号的除袭吗 第二个 尝现他们的投资契机跟机会呢 如果我再这么做的话 那该注意是想了这一题为您而掌握的 另外一个这个有个赞 去年一整年台湾的出口创下史上最旺的记录 还不打紧呢 我们出口五大市场总金额创下历史新高 那么2022今年呢 我们的出口还可以那么样的漂亮吗 只有看出我们的外贸市场怎么样的底气呢 台经元专家带来前线第二个大独家 这个更是我在乎的 日前呢 郑家索跟原付证券办了一场很重要的投资论坛 市场业界都在讨论 主题叫做元宇宙智慧连接应用 邀请哪些重量级的公司 要看出未来元宇宙怎么样的商机 有些的商机已经开始在运转了吗 听仔细了 介绍来宾 盛姐你好 大家好 宇棠 大家好 孟道 大家好 大家好 郡明晚安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再拉台积电 今天呢 涨了69点 收盘位置18239 跟您报告 不用怀疑今天又拉了台积电 平凡线在这儿 台积电今天涨了9块钱 但同贡献大盘 72点 没有错 72点你把它扣掉大盘的涨点 大盘是跌 三点 所以你要抱怨说 今天又是拉台积电的盘 错呀 告诉您 键盘其实比想象大中来得漂亮 第一个月线有守住 第二个红黑棒结束连三开 第三个美丽的是在这儿 上涨加速492加 大过下跌加速362加 换句话说 今天腾路指标是往上做翻扬的 不是只有纯粹拉台积电的盘 多数股票是在上涨的 真的丑的是在这儿 跪满这条月线 破掉了 还有第二个担心是在美元 美元指数逆势走升 升的力道好强 难怪外资还在卖 但意外的是新台币 台币竟然在美元走升力道这么强 台币今天也走升 所以外资慢慢的会不会卖压减轻 把它买回来呢 清掉之后看这些了 防疫概念股 宅经济 电子零组件 都是盘面上的多头火种跟重心 说到了外资 没错 离去三天 呈现了卖超 三卖 很糟糕吗 错呀 因为漂亮的是在起货空单 今天起货空单减了 而且玉堂说的正价差 我终于有等到您了 今天翻成了正价差 正价差领涨的机会 是不是又再来了呢 果然夜盘 您看有多漂亮 夜盘开高之后震荡拉高 待会顺话问一下玉堂 日股休市 高您报告 常人节他们放下休市一天 但澳洲软疫情况有点严重 破了百万 但雅股呢 今天多数都在涨 可是其中有些市场的涨 来自于跌深的反弹 因为看标题 越线 季线 半年线 全部都灌破掉的 纳萨克 韩国 深圳跟港股 其他的逆市守住这些线的 台股 道琼跟欧国 在台股呢 现在继续抗跌 均线踩脚下 讲到台股今天的漂亮 得感谢全王台积电 玉堂请上来 今天早上新闻写的逗大的 苹果 5G通讯新晶片 台积电大胆在握 他又要自行研发 请问这一颗是什么晶片 以前是请谁设计 现在要拿回来自己设计呢 请问 我们来看 从2020的i12 到去年的i13 到今年i14 全部由高通设计 那i12是台积电7nm代工 但是后来都丢给三星了 三星的5nm到今年的4nm 但是这次不一样 到2023的i15 明年 对 苹果说我要自己做了 那这个苹果的5G的一个数据晶片 不给高通代工 那苹果做5G 苹果跟谁比较好 台积电呢 所以这个5G的数据晶片呢 又回到台积电身上 无奈你制成 跟您报告 一只手机里面 有很多颗的晶片 包括了中央处理器 CPU 更涵盖了必备的数据机晶片 就是通讯晶片 以前呢 这么多代的iPhone手机 都是高通设计的 现在苹果要自行设计 设计好设计图 就要由台积电来制造代工 所以咯 那我就期待 讲到这个 当然台积电礼拜四 还有访说会了 但我们先回到 玉堂的第一章 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 苹果自行设计的晶片 之前不就M1 M2吗 现在又有5G modern的 新的通讯晶片 到底差别在哪 好 5G数据晶片 刚刚谈到的 就是手机接收讯号用的 通讯晶片 对 那NBPC刚刚谈到的M1 什么M1 Max 这个是在NBPC 就是笔电桌机上面用的 因为以前啊 苹果都是交由英特尔设计 这个X86架构的一个晶片 但是呢 它也是要拿回主导权 所以它在过去呢 已经自行设计出 N系列的相关晶片 由台积电代工 也是5奈米的一个制程 太好了 我们稍微归纳一下了 这一颗的晶片呢 它叫做M1 M2 苹果自行设计 这个的晶片 刚刚已经说了 就是通讯晶片 叫做5G modern 都是苹果自行设计 它是用在手机 它是用在笔电 刚刚不是说了吗 笔电这些等等 而这一颗晶片呢 是CPU中央处理器 这一颗晶片是通讯晶片 但唯一的共同点 都是交由台积电来代工 都是5奈米 你这样懂了吗 在苹果现在CPU中央处理器 那一颗自行设计用在电脑 另外数据晶片 通讯晶片 苹果也计划拿回来自己设计 难怪台积电的毛利率越来越高 对 没有错 你看以第四季 目前市场法人预估 毛利率有52.1% 盈利率40.9% 净利率到37% 那我觉得最重要是看这个 明今年的Q1 今年第一季 对 因为过去第一季 可能都是比较淡一点 但是毛利率可以维持在52% 盈利率可以拉到41.4% 净利率也较去年第四季 可以成长到37.3% 这个预估素质算是表现很好的 所以台积电今年的第一季 保持三率的高成长 毛利率稍微持平 但是盈利率 净利率是攀高的 就在今天 请看右边 台积电公布了去年十二月份的 营收报告 结果一千五百五十三点八二亿元 这个算是 我觉得算是符合市场预期 甚至更好一点点 然后全年一点五 这样是创始高 历史最高 对 而且就在他一点半收盘 公布这数据之后 台积电的股票期货 还在往上拉高 是喔 对 所以代表说 明天台积电开高的机会 应该是蛮大的 有够赞 我再喜欢这种期货专家 帮我带到个股期货 台积电个股期货 请看 跟您先说 一点半是现货的收盘 但期货 个股期货也一样 是一点四十五分财收盘 请往右边看 一点半现货这么一收之后 台积电个股期货 这个什么意思 代表营收的数字 优于市场预期 因为它是在一点半之后 公布了营收 你看台积电个股期货 往上拉耶 所以明天继续多头表态 没有错 太好了 那所以的业绩 包括了礼拜四的法说 第一个 资本支出是不是有再上调的可能性 大概市场预估可能四百亿左右 那如果乐观一点 是不是再往上调 这第一个要去观察的 第二个就是三奈米制成的参与度 因为先前传出来 当然苹果是最大咖 但是是不是之前有些杂音说 什么超微 NVIDIA 要跑去找Sanson 是不是就三奈米 可能有些订单是不是跑掉了 这个部分我觉得是 也是法人所关注的 这三奈米台积电的大客户 是不是依旧能够hold住 catch住 第三点 也是大家在看的 就是他对于全年半导体产业景气的看法 因为老大哥看景气 绝对是最准的 那这个是好坏的话 就是说市场会去评估 今年整个半导体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会在更乐观的预期 台积电的走势 可以马上先做检查一下 以这个形态 我认为是一个很标准的创高 做一个量缩拉回整理 那我的看法是偏多 因为我们过去谈到很久 他整理了这么久 一直到最近才带量做喷出 上个礼拜五 我才问专家 我今天也问一下玉堂 上礼拜我们追 台积电因为是领盘的陆队长 所以向上缺口向下补 补了缺口之后 就可以发动攻击 然后引领大盘止跌 现在今天做到了吗 做到了 漂亮 今天就靠他撑 对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这一根红棒 我觉得是有他的一个止跌回稳的意义存在 因为他是开低收高 而且明天如果再跳空开高的话 那很有可能这个669 我觉得在法说前后就有机会去挑战 所以650要越过慢慢爬上去不难 不难我觉得不难 不难 讲到了台积电我就想到这件事了 观众朋友您算了日子吗 记得农历年过年 我们剩下12天就要封关了 刚刚讲到台积电有所期待 但月堂有讲 台积电这几天是有点修正压力 669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越过呢 如果越过大牌是打圈圈的 那台币会不会形成败笔呢 台币最近的三四天的走法 是有点点回扁的 如果回扁外资继续卖 那不就不利吗 所以12天的台股 您怎么看这两个是 台积电跟台币牵动着封关会怎么封 好 第一个回扁 当然市场会担心钱跑走 但是我觉得回扁的幅度不算深 就是说算小扁 小扁 对 第二个 有可能当然外资的操作 会对整体台股会保守 但是对台积电倒不一定 因为去年没什么买台积电嘛 狂卖台积电卖了两年 直到2022的现在才回补 对 那我觉得外资的操作 原则上应该不至于这么短 尤其这种大型股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第一个 热钱还是持续涌进 因为新台币它还是强势 这个格局我觉得还没有转变 讲到这一段话 我突然对半框有兴趣了 刚刚玉堂上来之前 因为今天太特别了 美元分 你看问一下玉堂 美元平盘线在这 今天升了这么猛 这升值力道很强 我以为台币会这样子扁 你看台币 台币的分 本来这平盘线 一度真的有回扁 你看在这 结果五盘过后 马上有走声在意味着 新台币就是强 漂亮 钱还是进来 OK OK 所以我前面下的结论就是 乐全我还是认为持续涌进 台币强势 那钱进来买什么 买台积电等权重股 那当然还是以台积电为首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 法说后 台积电应该有机会创下史高 真的喔 就是你今天 过了669 再过679 679 对 有办法喔 如果法说试出来的看法不错的话 我觉得就有机会 上次讲过史高就是679 679很好 因为678再多一块就679 对 所以可以喔 可以可以 那不就是跌破外资看虽的眼镜 他有时候会看坏嘛 跌破他们的眼镜 回买力道 任作回补更强 我觉得会更强 漂亮 那最后就谈到台股了 既然台积电涨嘛 那台股封关前 有机会再创史高 当然点数我觉得是不好预测 因为毕竟多头架构 我是抱持的比较就是 拉回是偏多 但是高点不预测 应该是还有机会再走高 不摸头就对了 来大盘日K请来一下了 所以大盘日K 如果这个角度 请问 你看您教过的 这是景线嘛 万八 所以冲高回测 万八守住续攻 续攻 对 我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以一万八 作为一个多空分界 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那万八没有破之前 我对这个盘 我不会看口 那就是说万八差不多 也接近到月线上升轨道 一八零一五 差不多 那其实以今天来讲 这是一个大盘 非常强而有力的支撑 所以说回撤之后 如果台积电 礼拜四法说过后会不错的话 我觉得台股后面 这十二个交易 就有机会再去挑战一八六一九 我就是要画他 给他画那个十二天大盘的走势了 应该有机会 再创立即高 因为我们再点单补充一点 看OTC 就是资金 我觉得有点轮转 OTC太丑了 对 等一下OTC 因为最近涨多的一些 去年涨多的中小型股都跌很深 对啊 月线他破掉 集中月线没有破 对 所以我觉得资金就是有点小型股的资金 大家转到集中的大型股 那当然是更有利指数在往上跌高 那我们投资人一样出小转大咯 对 但是我再补充一点 出涨多的小型股 一定要涨多 去年涨多的 涨多的 对 涨多的最近都跌比较少 把它卖掉 对 比如说 比如说像今天跌很深 像惊鸿 3141 你看一下 清掉喔 也是去年涨幅前几名的 好可怕 对 对 就今天重挫 对 还有呢 智元3035的智元 IC设计的 对3035 也是去年涨多 所以我会觉得涨多的小型股 先减买会比较好 好 因此呢 我们回到字卡了 如果照您这么说 万八没有破 趋势人就是偏多看待 对不对 没错 好 这时候呢 答案来了 因为您一定会问一下玉堂说 既然12天您对行情是乐观的 那么12天的封关 请问怎么选股票跟操作应对呢 好 两个策略 找落后补涨 落后补涨 然后营收获利是不错的 因为最近数公布12月营收 还有一些会比较提早公布 可能第四季获利的 有一些好的公司前面没涨到的 我觉得就有机会上来 那操作的策略是什么 原则上会选择技术面是刚转强的 技术面刚转强 等于是说它的一个形态上 比如说揪麻花均线刚向上翻译 等一下 把它来个白板好不好 因为技术面转强 很多的定义 很多的解读 第一个你刚刚有说找落后补涨 那就是大盘来到靠近 这个史高附近 那它还是这样子这样子 这叫落后补涨好那技术面转强 帮我画一下 什么叫技术面转强 原来上我会去找均线揪麻花 一段时间之后 最近向上发散的 散 所以我会定义它是比较干转强的 一二 第二个呢 平台整理一段时间 你发现它的K棒 有一根增量的长虹 然后去突破过去的一个平台整理区的 这个也可以视为转强 太赞了 第三 第三个我会找多头的架构走了一小段时间 比如说像五日十日月线多方排列 然后股价刚好最近有回测到十日或月线的个股 那这个地方它也可以视为自己的买点 所以我把它关纳一下技术面转强 如果要挑12天即将封关 这段时间您的选股大策略 第一个均线揪麻花 然后往上做开花 第二个呢 红K棒把平台整理价区突围了 第三 就算找上去有点回测 但都没在怕的 因为均线都有手 对吧 对 没错 感谢玉堂 谢谢林医先请回座 所以这样懂 把它清掉之后 12天即将封关 选股票不能乱挑 技术面刚刚转强 刚讲过了 拉回支撑买 那不就是拉回刚刚的 重要均线吗 进广告 待会回到讲之后 让玉堂帮您挑 我和这个条件 到底有哪些 12天封关 如果可以漂亮封的话 您的操作应对 还有什么好股票 讲到了12月份 刚不讲营收要成长吗 对 今天呢 是1月10号 去年12月份 营收全部都公布了 问一下盛姐楼 他们公司团队可强的了 这个营收成长的 值优的到底是哪些的产业 还有哪些的好股市呢 对 事实上刚润海一开始就讲 去年整个出口很棒 12月营收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待会跟大家挑什么 站在浪头上的产业 从这个角度去挑 整个2022第一个业绩 就是营收最重要 而且完没有到他的资料 营收创历史新高的 上百家耶 一百多家以上 请问我们该怎么去挑 好中之好股呢 讲到了好 我多希望 2022台湾的经济 今年将会更好 孟大私下跟我说 瑞涵有希望 因为两个火种正在烧 一个 我们政府呢 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确定延三年 第二个火种 数位发展部 立法院三读过关 成立 那到底商机何在 这两个新闻 为什么成为今年经济的火种呢 是的 没错 我想这两个新闻 其实告诉我们 今年投资已经很热了 那如果接下来 三大投资方案 又继续延续 明年的数位发展部 又成立的话 那势必会对国内的 这一些所谓经济的情况 带来更好的一个展望 也许里面的一些过程 我等一下就跟各位观众 说清楚讲明白 您看吧 里面的content内涵 才是重点 所以我想问 三大方案的投资 到底是哪三大方案 数位经济不成立 那么数位经济 就带来很大的期待性 说到了期待 这更是一样的 我特别麻烦居民 帮我从今天量大 热门股去抓 因为大阪街 其实没什么量 从热门股去抓 发现到 还真的耶 包括了法人 大户 悄悄地在这里 十二天的过程当中 先买了 年前新卡位 只因为历年来 该股票 年后的涨率 非常的大 但相反的 如果年后涨率 收收平平的 年前又涨很多 所以他就容易 形成了卖压 是不是这样子 挑出了强弱股 还有包括了大盘 对 这个台北股市 今天一个红黑棒 当然是台积电 带起来 那这个位置 是不是正式的止跌 那有没有机会 直接攻这个波段的高点 那另外来看的话 就是量大的个股 到底该怎么做表态 有一些可能 这段时间已经涨了很多了 那这部分来讲 年后就需要留意 但是还有多头的股票 这部分该怎么做一个区分 我们等一下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您看吧 我就知道 封关前的大盘行情 有些个股已经开始在表态 年后有机会 年后没啥机会的 还有我更希望居民帮我说清楚了 有专家在抱怨说 拉个台积电的盘算什么呢 有点丑 丑什么丑啊 人家今天上涨加速 多过下跌加速 算优的咯 腾路指标也勾角 所以它的意义呢 马上回来 这电话 谢谢 转换 这段时间 打开 扶 这个 打开 É 转换